被疑神到北院开庭 涉嫌诈欺 席钱案被收押 徐晓星的大姑刘向杰 一下车左手插口袋 丈夫杜炳成紧跟在后 不只他们有麻烦 现在连委任的律师也自身难保 穿着西装系上领带 外貌看似一表人才 他是杜炳成的委任律师尤光德 桃园检警查出尤光德身为专业律师 却涉嫌伙同银行行员 利用专业背景组织诈骗集团 被告等人具有专业知识 却不合法牟利 诈骗金额遇上一元 检警查出尤光德自主诈骗集团 吸收从事虚拟货币的人头公司加入 等受害人把钱汇入后 先把钱转汇到人头账户 制造假币金流 再由三位主嫌转换成外币 汇往境外的虚拟货币交易所 购买虚拟外币 从去年5月至今 不法所得高达1亿1400多万元 假官求刑13年 并查扣被告等人 房地千万现金虚拟货币 一并向法院申请裁定没收 不只担任诈骗集团首脑 尤光德在今年4月 也被起底是诈骗集团军师 一名经营房地层的基金会女董事 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后 对方以投资虚拟货币和股票当诱因 实际上是诈骗 累积超过千万元 大足的案子 那我不认识 而且那个是 那不是我亲戚 另一位徐晓星被问到相关问题 立即表示不认识尤光德律师 警方侦查终结 以组织犯罪 洗钱防治法等罪嫌 将诈团成员起诉 尤光德律师也将为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台湾新闻张玉杰蔡又贤 桃园报导 尤光德律师也将会打开